美国司法部今天起诉了两名中国公民 指他们是受中国政府指使 盗窃海外高科技公司机密的情报机关黑客 这两人分别是34岁的李小雨和33岁的董家智 司法部指控他们盗窃了高科技公司的大量数据 并企图盗窃新冠病毒疫苗的机密 起诉书称 李小雨与董家智受过于中国国家安全部 隶属广东的国安部门 他们攻击世界各国的电脑设备历时超过10年 盗窃贸易机密 武器设计 军事系统及其他信息 造成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 司法部指 两名被告近来瞄准位于马里兰 马萨 朱塞州及加州 正研制新冠病毒疫苗药品与检测技术的多家企业 起诉书中并未披露受害公司的名称 但指这些企业分布全球各地 包括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英国 本月初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 中国政府的间谍和盗窃行动 对美国的未来是最大的长期威胁 中国正举全国之力 用一切必要手段 让自己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他说 联邦调查局目前每10小时 就会启动一宗新的有关中国的反间谍案件 这两名被告目前身处中国境内 表面上受估于广东省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但实际上是为国安部效力的情报人员 他们曾同时在中国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 起诉书还披露 被告之一的李小宇在网上常用名为 ORO0LXY的网名 后三个字母为其名字的拼音缩写 在多个中国的黑客及编程论坛上 都有名为ORO0LXY的活跃运户 在一个名为T00LS的论坛上 这个ID早在11年前就注册为会员 最新一次上线为起诉书公布前一天 这个用户在2018、2019年参与讨论的话题 涉及用于获取网上密码 利用远程代码漏洞的手法和工具 有网络安全分析师指出 上述工具却是网络黑客常用 有可能用于起诉书描述的犯罪行为 中国没有立即就事件做出回应 但是中方一向否认中国政府从事任何 针对外国企业与政府的经济情报收集活动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上周在演讲中称 中国黑客针对美国大学和企业 窃取有关新冠肺炎治疗的知识产权 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 美方一些人声称中国发动网络攻击 窃取美国疫苗 这很荒谬 中国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进展领先 不需要靠偷来取得领先地位 中国表示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推进疫苗研发 不会谋求垄断 买断疫苗和抗疫药品 目前全球疫苗研发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 近期有三组备受关注的新冠病毒疫苗 分别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他们分别是由中国、英国、美国和德国合作的团队研发 7月20日 英国与中国两支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团队 分别表示他们的实验出现重大进展 两个团队分别是英国牛津大学团队 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团队 牛津大学疫苗团队宣布 90%的人依次实验产生中和抗体 在10个人进行20次注射后也产生抗体 无严重副作用 陈薇团队疫苗也显示出安全性 且95.3%的人出现中和抗体 陈薇团队与牛津大学团队使用的技术类似 都是用腺病毒作为载体 将新冠病毒基因带入人体内 引发免疫反应 而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 用的是不同的性式RNA技术 直接将基因片段注入人体 目前全球共有23支疫苗 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另有140支疫苗在早期研发阶段 看来美国对中国的黑客提防 达到了新的高峰 但是小编怀疑 如果真是国家级专业黑客 为什么会留这么多痕迹在网上 或者问这么多初级的问题 而且中国的疫苗跟美国 并不是同一个技术 但不管是不是真的 黑客行为毕竟不好 也希望各国能够尽快研发成功疫苗 然后公开专利造福人类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